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4号仓库 今天要来说说这个总是戴着山猪头套的少年 嘴瓶伊之助 从小被山猪养大的他 是如何学会人类的语言呢 这个精致美丽的脸庞 竟然与吴鱼狼撞脸 伊之助甚至在没有导师的情况下 独自学会双刀流的受之呼吸 完全跟吴鱼狼一样是个鬼杀队的天才 那接下来的内容将会剧透 还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请斟酌观看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小时候的伊之助被山中的主人 也就是巨大的野猪所养大 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动物 在很小的时候 伊之助就失去了依靠 始终缺乏亲情的伊之助 就将自己的母亲戴在头上 他一直很珍惜这个野猪头套 在某天寻找食物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名为孝智的年轻人家 一个若不禁风却总是说话温柔的老头 不仅不断喂食物 甚至还教自己念诗 伊之助也才了解到 一直带着的肚兜 原来是父母亲给自己取的名字 嘴瓶伊之助 当孝智想要将他赶走的时候 从小自认为是山中之王的伊之助 就让这个年轻人知道谁才是老大 并把他当成下人使唤 虽然伊之助还不认识字 但这就是他学会说话的过程 伊之助发现在自己的山中 闯进身穿黑衣 并且戴着刀的人 与他比利器之后 就将刀抢了过来 这时他得知了 世界上有强大恶鬼的存在 想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的伊之助 就拿走这个鬼杀队队员的刀 最终与炭治郎参加了同一期的预选 不过伊之助并没有经过培育师的锻炼 仅凭借着惊人的身体素质 以及天才般对于战斗的本能 依靠自己学会的受制呼吸 就轻松的通过预选 并且跑下了山 所以这就是后来 没有与炭治郎见到面的原因 这时观众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有看到炭治郎与善意的送鸭 却没有见到伊之助的呢 那是因为他的送鸭 整整有18次差点被伊之助吃下 从头到尾就躲在附近 所以始终害怕的不敢现身 在某一次的出轨任务当中 伊之助被困在奇怪的屋子 足足三天的时间 在不断翻转的房间当中 被一个红色头发的少年摔了出去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让伊之助兴奋到不行 明明鬼就在旁边 他却像炭治郎刀剑相像 当跑出这个奇怪的屋子 并且想要杀了箱子当中的鬼时 这个红色头发的臭小子 竟然穿过防御一拳打断自己的肋骨 不过伊之助的身体素质 同时拥有柔软与强韧 让炭治郎无法适应 如此奇特的攻击方式 不知道对队人拔刀相像 是大忌的伊之助 还骄傲的说 我很厉害对不对 我很厉害对不对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两次 炭治郎 一头将自己撞晕 这是这辈子 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屈辱 竟然三番两次的处于下风 伊之助开始对于这个拳八郎 感到极大的兴趣 眼前这个人不仅抢走他的食物 不会生气 还露出一脸奇怪的笑容 但总是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生气 当三人从紫藤花家养伤复原之后 通过送鸭的带领下 来到弥漫危险气息的蜘蛛山 从气味当中 闻到强大的杀气 与死亡气息的炭治郎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双手不停在发抖 这时自认为老大的伊之助 立刻往前站说 让我走在前面 你就边发抖边跟在我后面吧 肚子饿死了 炭治郎突然用一种极度温柔的口气说 谢谢你 陪我一起进入这个可怕的山中 这样感觉很安心 一股打虫心里涌现的暖意 让伊之助整个人感到软绵绵 并说着暖轰轰 当他们遇上被邪鬼术 操纵自相残杀的鬼杀队见识 伊之助大笑的说 这群人不知道对队员拔刀相像是大忌吗 在那田的蜘蛛山中 伊之助与炭治郎并肩作战 这使他对于炭治郎更加的信赖 还时时刻刻的关心自己的伤口 这对于总是一个人出轨的伊之助来说 炭治郎是一个很可靠 也很暖哄哄的伙伴 当遇上了蜘蛛鬼的父亲 炭治郎被打飞出了战场 独自面对这个皮肤坚硬到连日轮刀都断裂的恶鬼 这是伊之助一生当中 第一次如此害怕到放弃求生 当自己的头将要被捏碎时 因为僵死之际的跑马灯 看见自己曾经遗忘的童年记忆 那个女生好悲伤的哭泣 并且说着 对不起伊之助 只有你也要活下去 那是谁 突然飞快的刀法将自己救下 这个男人竟然只用一刀 就将这个强大的恶鬼斩杀 之后前来自圆的影 将自己送到了蝴蝶屋 精神上的创伤 比皮肉伤更严重的伊之助 与平常大吼大叫的模样完全不同 甚至被善意用奇怪恶心的笑容嘲笑 在蝴蝶屋养伤与学习呼吸法 长终这段时间 认识了蝴蝶忍 这个温柔而且强大的女人 让伊之助总是害怕并且听话 明明是第一次认识 感觉却相当熟悉 这段与自己伙伴幸福的时光 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他们收到送押给的新任务时 第一次见到蒸汽火车的伊之助 就像第一次看见蜘蛛山上的鬼爸爸一样 不停战斗 不过还是鼓起勇气 用猪徒蒙镜 用力撞了上去 甚至还想在火车行驶的时候 跳下去比赛跑步 在无限列车上 炭治安与伊之助 联手对抗下嫌之一 两人因为先前的配合 让这次战斗简直合作无间 伊之助不仅救下了要自吻的炭治安 还与炭治安合力消灭了下嫌之一 当自己还在拯救 倾倒列车旁的乘客时 突然战斗着心想 看见炎柱与上嫌之三 那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战斗 连肉眼都看不清楚的速度 假如加入战斗不是死 就是拖后腿 自己只能待在原地不断地发抖 看着强大的炎柱 在自己的眼前 肚子被打了一个大洞 但他还是紧紧握着刀 用力砍下上嫌之三 身受重伤的炭治安 拼死追着逃跑的伊窝座 那个此生见过最强大的人 竟然瀕临死亡 他最后留下的遗言是 我相信你们 会成为支撑起鬼杀队的柱 在不同层级的激烈战斗当中 自己不仅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只会在原地发抖 什么也做不到 最后还让这个保护所有乘客的人暂死 这也是第一次伊日柱失去了同行的伙伴 不愿再见到这样事情发生的他说了 不要说上句话 既然被他人托付了 就不要想回应这份期待以外的事 就算再怎么哭 也不会复活过来 即使不甘心 也不要哭 三一这时候一边流泪一边吐槽 你不也在哭吗 眼泪都从头套渗出来了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伊之柱流泪 当初伊之柱参加鬼杀队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 当亲眼看见自己的伙伴在眼前去世 对于伊之柱来说 是从未有过失去的感受 这是他渐渐学会守护他人 并且更加体贴与温柔的开始 甚至替小葵与蝴蝶屋的女孩 执行花街的任务 在许久过后 经过了差点往生的柱指导集训 突然 所有的鬼杀队见识 被上弦之势传送到了无限层 传送中不停掉落的感觉 让伊之柱既兴奋又开心 他在充满恶鬼的无限层当中乱窜 当伊之柱明睿的感官 察觉到有强大鬼石 直接撞破天花板从天而降 并且拯救手无寸铁的香奈乎 仔细一看 竟然是饿 只要打倒他 自己就会成为柱 当他还在想要叫野兽柱 还是珠柱的时候 看见脸上与身上 有不少伤口的香奈乎 伊之柱说了 你怎么搞到浑身是伤 你受伤的话 人会生气的哦 看见香奈乎 无助悲伤的神情 人 站死了吗 那个总是细心温柔 要自己注意伤口的女生 明明比自己要强大数倍 又像当初那个拯救所有人 眼睛圆圆的家伙一样 那时候不甘心自己如此的弱小 不过现在身经百战的自己 不再像当时一样无能了 愤怒的伊之柱 奇特快速的攻击方式 竟然伤害到连香奈乎 都接近不了的敌人 不过就当上弦之而认真起来时 自己的野猪头套 瞬间就在敌人的手上 伊之柱独特精致的脸 使眼前这个恶鬼想起了 曾经有一个一模一样 甚至更美丽脸庞的女人 她因为每日被丈夫殴打 最后逃了出来 于是就被上弦之而同谋 所创立的极乐教所收留 名字叫做秦夜 经常哼唱着打勾勾的曲子 这让伊之柱从模糊的童年记忆当中 回想起母亲的脸庞 她与自己打勾勾 说要连同父亲的分一起 守护着伊之柱长大成人 不过就在某天 秦夜发现教主吃人的害人景象 她趁着夜晚抱着伊之柱 拼命逃离这个充满谎言的教堂 独自一人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 最终被同谋追到悬崖旁 秦夜知晓自己已经没有退入了 对不起 伊之柱 对不起 她逼不得已将伊之柱丢下了悬崖 口中说的对不起 除了是将伊之柱抛下悬崖 更对不起的是 无法实现那个曾经打勾勾的约定 也无法陪伴她长大成人 伊之柱从以前独自一人 到现在有许多强大的伙伴 眼前这个屌郎当的恶鬼 不仅夺走伙伴的生命 更是杀害自己母亲的仇人 第一次如此愤怒的伊之柱 誓言要将同谋亲手送进地狱 因为忍得牺牲 让同谋吸收紫藤花的毒素 终于发作 当香奈呼将要斩下恶鬼的头时 被冰冻住无法动弹 伊之柱就将手上的双刀投射出去 三人合力终于将上弦之恶消灭 就算斩下头还不满意 一定要在上面多采几下 伊之柱终于成功复仇了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名字 不过却被野猪养大的伊之柱 一直认为自己是弃婴 他也说自己完全不需要母亲 不过他的内心 打从心底渴望着被温柔的呵护 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对于温柔的炭治郎 还有冷毫无办法的原因 在最终知晓自己是拥有母亲的 那个母亲对自己细心的照顾 总是唱歌给自己听 只要想到深爱的母亲就不停流泪的伊之柱 原来对冷有种熟悉感 是因为他很像自己的母亲 他要向那乎戴上冷的法式 两人约定要击败无产 回到伙伴身边 当无限层崩塌之后 所有的鬼杀对见识 都带着身负重伤的身体 与妄恶的源头无产交战 当炭治郎因为被无产 释放的震波 麻痹到无法动弹时 遍体鳞伤的伊之柱 再次加入了战斗 念朱大叔的腿 半变与之的手臂 还有地上的尸体 都是一起生活过的伙伴 还给我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就使一百万次来赎罪 伊之柱从当初追求力量 对于他人的死亡毫无情绪 到现在懂得关心他人 珍惜每个伙伴的生命 那颗瘦化的内心 被炭治郎与其他的伙伴 渐渐的改变 当无产将死之际 把所有的血液 注射到炭治郎体内 鬼化了炭治郎 轻松的克服阳光的弱点 并朝向伊之柱攻击 想起曾经那个 总是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炭治郎 温暖善良的微笑 虽然总是搞得自己暖轰轰 但是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伊之柱最后流着泪 就算知道自己会被杀 但就是下不了手 斩下炭治郎的头 香奈护则是用锦唇 最后一剂变回人类的药 注射在鬼王炭治郎身上 就这样炭治郎 在所有人的帮助下 变回了人类 终于迎来这个没有恶鬼的世界 当伊之柱在蝴蝶屋养伤时 想要趁小葵不注意偷食物吃 但是眼前这个凶巴巴的女孩 总是难发现自己在偷吃 难道她很强吗 不过小葵 立刻就给自己食物 让伊之柱的眼神充满爱意 脸上还幸福的发红 最后四人一同在炭治郎家 或者偶尔打打闹闹 幸福的日子 伊之柱也与贤惠的小葵 结为了连理 这就是伊之柱 从独自一人 到拥有许多伙伴的幸福一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把影片看到这里的你 应该很喜欢鬼灭之刃吧 可以按赞支持我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收看更多鬼灭之刃的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